你给我生个孙子行不行啊 你带我统住啊 等一下 我没有骗你 我以黑社会的地位和人格做担保 我的日子不多了 医生告诉我 我的糖尿病加上高血压 随时都会向阎王报道 那你要我怎么样 你给我生个孙子我就放了你 否则我跟你没完没了 他们每位都有优扬血统证明 都是各尬好老大的独生女 给予优身学 将来生下的小孩一定具有超强的战斗力 不如跟你当一太太 帮我生命有战斗力的弟弟吧 这几位都是全国大专业校法律系毕业的前几名 未来的准法官 还Q180以上 你那就是没有大马 才生成你这个笨儿子 太聪明 我不喜欢 坏 这几个右肩也是大有来头啊 他们是来指引这个 我不要 我不要 我通通都不要啊 只是要你下个种几分钟的事 又不是要给你讨老婆 你刚刚说什么 再说一次 只是要你下个种 后面那一句 不是给你讨老婆 中间那一句 我说什么了 你刚刚说我只要几分钟而已 你是不是一个男子人 最忌讳你在这么多人面前说我干那种事 只要几分钟而已 就这样你也生气啊 家门不信